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0日 星期三 今晚就做完北角的分行講座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 今天對於市況的看法 不過可能比較簡短 因為不要想阻止同事收工 今天的大市有些震盪 不過變幅又不大 你可以說成交量也不算很多 亦反映現象和大家之前分享過 都是因為假期之前的時間 可能成交量方面 都真的有一個萎縮的情況 不過又不需要太過理會 至於你說好像 騰訊今天有一個下調 不過都是跟著夾眼的時間 美股拉斯迪的行程 不過如果以今天的大勢去看 因為都沒辦法 始終A股仍然很不爭氣 所以就令到大市的氣氛 都有一些影響 所以你可以說 未來這幾天的時間 看看A股的做法 如果A股都能夠保持得到 至少現在在現水瓶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港股都應該可以使得住 就是2萬9這些位置 就是過月今年 但是怎樣也好 策略上 都仍是說有貨的話 先拿出去 不擔心的 沒有貨那些 真的都是 沒有 等一等 你說看個別的板塊 其實今天的醫藥股都做得好 不過都是很個別 還有看到現象就是 一些比較落後一些 那些醫藥股 好像你說割藥 這些就開始有些移動 勁的那隻金絲水 都仍是做得很反覆 不過跟大家說 都是那句 研究完之後 都不知道他做些什麼 所以就不建議大家高追 真的要考慮的話 這個四日這一堆都還可以 都還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除了這些之外 都說一些最新的消息 因為在剛剛錄這段片之前 看到內地方面 經濟工作會議 都開始陸陸續續 有一些建議 以及一些規則 出台 剛剛都立了一下 其實最主要都是說 防風險 還有一些環保 就是藍天堡位置 這些都有提及到的 其他有些都是 可能和內房 就是和大家之前說過的 一些預計都差不多 對於A股行程的變化 應該是不大的 因為都真的在那些字眼上面 可能你可以說 和之前大家預計的 都是相差無幾的 都是那些東西 所以就預計對於市況 影響就不高 不過就一陣 可能我回家 或者明天的時間 再跟大家詳細 再解讀一下 這一份工作報告 不過剛剛提到 就是說 A股行程的變化 應該都要預計在 年底之前的時間 有機會到3,300 這些位置 但是對港股的幫助 應該都是不大 甚至乎 對個別股份的幫助 都應該都不太顯著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 太過擔心 明天等我忘了之後 再跟大家再研究一下 除了這個板塊之外 今天來算 市況可能比較淡淡一點 比較做得好的板塊 都是一些豪賭股 豪賭股做得比較好的 但是豪賭股好 都似乎 跟資金方面 一些調配的關係 這些位置 不建議大家再追貨 我也是那句 就是現在 大家如果有貨 就先拿著 但是再加錢進去的話 真的要好看你自己本身 對於那個 叫做那個信心大不大 剛剛錄這段片 也有一些WhatsApp 帶出來的 都說現在 也是說內地方面 會說加強改革這些路線 亦都沒有 你預計過這些改革的情況 都會慢慢提出 即是會提出的了 會加快進度 這裏炒一些 可能是一些股份 可能炒改革這些 有些的衝勁 但是怎樣也好 看好一些先 再去部署 會比較適合一些 那最後也不如說一下 一些外圍事 其實是美國那邊 其實呢 美國稅改就應該過過了 今晚甚至乎 你可以說 遲幾晚的時間 應該特朗普都會簽署那些法案 那應該下年會執行的 這個做法 對於美股的行程 可以幫助我們 還有沒有可以再升呢 我相信是有機會的 甚至乎你可以說 金融旅 科技旅 都還可以升 不過就不要太大期望 因為其實升了很多上來 所以大家也都 我會建議大家 美國稅改這個因素 對於廣告的行程的變化 真的不多 其實真的很少 所以大家如果假設 要看著美股的行程 這一段時間 真的可以 不用太看著 反而關鍵也是 A的行程的情況 沒有了 今天先說到這裏 因為不想讓同事下班 還有很有趣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試過一段影片 如果WhatsApp給同事的話 是會有一些沒了的 希望這段影片不會這樣 是的 金融旅 明天再見 明天沒有回事 明天詳細一點 跟大家講解釋 事況的情況 今天先說到這裏 拜拜